一条龙飞 咱俩掐鱼吧哥 哎呦你偷铁哦 哎 这个汤收费有点贵哦 多少钱吗 最不差多少钱 你说 六十 六十一个小时 六十块钱五个小时 活于两块 哈哈哈哈 六十块钱五个小时啊 老头了 这是我 要过最贵的一个汤啊 最贵的汤 你还你还别小瞧这个汤哦 这个汤里面呢有 有没有鱼啊 开始开什么玩笑 有鲫鱼 螺飞 草鱼鲤鲤鱼 黑网 还有一种鱼 鲧鱼 妈爷这里边还有鲧鱼 对 你等一下别 你不要先先把话说的那么难听 有没有鱼啊 到时候切线切的你鬼叫鬼叫的 我等一下上1.5主线 再上个1.0或者0.8纸线 我不管你 或者说里边有鲧鱼 我不管你啊 我先 那我们就一撂一起开了吧 开吧开吧啊我来开 像这种的话 估计散泡也不需要那么多吧 不用那么多 我开两份拉尔来 这样 来了 我去说有动作吗 有这什么鱼啊 不不不不我我户还没开呢 我还没开户呢 这什么鱼啊 啊这么小吗 我我鱼户还没开 鱼户还没开 还没搞什么 哇这个淋鱼啊 淋鱼啊 呦 淋鱼 也不也没也不是我也不是我想那么慢的啊 比我预期当中的还要快一些 一条淋鱼啊 像打这种坑呢 毕竟他收费在这里 60块钱嘛 休闲堂 那么我们相对来讲去打 就不要说是太大的那种泡了 去把频率节奏打快一点 软杆细线去慢慢摸 就先去探口啊 我前期呢 我上来呢是开的一只 3米6的浴痕5.5H 主线1.5 只线上了一个0.8的脚线 不飘呢 选择吃现在1.3克左右的一只飘 飘木呢 我先从 哎呦 我先从六木开始的 我又是淋鱼啊 这么多淋鱼吗 我钓螺飞的啊 太羡慕了吧 我 你敢鱼过来啊哥 又是淋鱼看到没有 这个老头坑 这个老头有点暴胀 哈哈 反正呢 节奏呢我们打法呢 是想着这个样子啊 就是 上来呢先抵 抵窩呢 抽个两三杆左右 就够了 不要抵大窩 因为他收费在这里放着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 那第二个我们的 在平时在 在开始吊的时候呢 散泡 不要不要不要带大了 他频率抽快一点 然后把泡给他带小一点 因为像这种的呢 他会经常是出现 吊放的这种情况 呦 伴随 那如果说是在 吊放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把它一个窝量 给他抽大了 抽大了就很容易 就导致这些鱼就怕 那么包括 你看我们平常打 其他的坑呢 这个 牡到鱼呢 牵皮捕会捕特别大 那么像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捕小一点啊 就捕到平时的一半大就可以了 行行加油啊 什么鱼啊 哇 像这种呢 种了就不能跟它硬顶了 因为线小啊 呦这个是 花猫来着的 要来啊 来给你这样的啊 哦花猫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鲁肺 哈哈 脏脏的 你老婆 我已经可以搬 哈哈 厉害厉害 可以 这60块钱 这一年三六块钱 可以吗 我比我平时收费一百多的那种休闲堂 一口太多了 妈爷爷太多了 收费 你来吧 我感觉我今天能在这个60块钱床里面找飞 哈哈哈哈 其实这种小宝都很简单 好 好 好 一条龙飞 啊 咱俩掐鱼吧 哎呦 你偷铁哦 哎 你偷铁哦 哎 都说完就下鱼了 你笑味都这么大的 因为我是你哥啊 把这理由够吧 没毛铁 哇 铁鱼又是一条 又是一条麦铃啊 麦铃 麦铃 对 对 我不是用汉养养吗 算了 你看看这麦铃 就打在后嘴皮上面 我怀疑这 目前 目前 是这麽定位的啊 目前我觉得这六十块钱的一个休闲堂 打的就跟个 暂时啊 像一百五的堂左右的 看一下能不能 看一下这个鱼口 能不能打成两百堂的那种啊 鱼口比较快 下去呢 它有动作 每次都有动作 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窝里面鱼啊 过杂 就是螺飞 然后那个 红螺飞就是花猫 然后再加上那个 鱼 它们吃口的一个动作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再加上呢 花猫是很容易起伏的一种鱼 它就在那个里底的那个位置啊 它一直蹭我一直蹭 那就导致浮飘的一个飘向会特别乱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注意去放口选口了 因为它本身给出来的一个动作 如果说是很多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命中率低了 那就一定要耐心的去选口抓口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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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叫啊 大师赶紧的 抓紧叫 来了来了来了 Oder 好狹狼哦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来了 鱼不是来了吗 鲨鱼哦 哈哈哈哈哈 鲨鱼鱼鱼 哎哎呀哎呦 哈哈 哎呦哎呀哈哈 你看你看这是这这这这谁呢 weiter 瞧你别动瞧竨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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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哈哈 这超王打断了 这咋搞啊 一千的炮都没有把我超王打断 你看 他就拿这个拱拱拱拱拱 然后就挂着他 这咋搞啊 这一千的炮都没有把我超王打断 把这个60的老头坑把我的超王打断 欣欣 等一下我中雨你过来帮我超不 脚都没吧 那我怎么不搞 那我超王都没有 这个胶脱了 跑往哪里跑 你想怎么样 你妈 你妈掌握技巧 这个鱼飞科都行 哼她 又死你 我平時就看看 吼 哼哼哼哼 你想怎么样嘛 又是一条麦琳啊 麦琳 对 算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哥 我钓了一个还可以的 这是这是白莲是吗 大头不算了 哦这是大头是吗 工作鱼不算了 啥呀 这开心的给我说 就当留下手感吧 能吃吗 能吃 你弄一下 我拿这个 看 嗯 这手感也过瘾了 今天钓的都是小鱼 嗯 这算不算啊 算了 工作鱼 工作鱼是吧 已经渴了 就当留下手感可以了 已经渴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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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吧 最后呢 全场就突然一下呢 口全部卖下来了 都没什么口 然后我刚才3米9的位置呢 3米6的位置呢 我打了1.2的主线 0.8的一个脚线 然后换小线也去试 然后进攻 然后进攻型的钓法也去试 防守型的钓法也去试 要是打行程 要是一直在那里抽快频率 也没用 也看不到口 后面呢 我现在呢 换了一只5米4的干出来 因为我刚才呢 在钓了3米6的位置呢 打到一条 接口的一条草鱼 而对面呢 那钓友呢 一直在那钓草鱼 看他上了有三四条草鱼 所以我就想先钓一下定层去看一下 定层如果不行呢 我再去打行程 如果说再不行 我就钓底了 现在呢 5米4的这只干子呢 主线1.5 纸线选择的是一个0.8的一个胶石线 先去试呗 先看一下能不能来口啊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螺飞也是很容易起伏的 说不定的话 螺飞也是想着一起去兼顾 如果说能打到草鱼 那我可能会去加大县主 如果说打不到 那我就会一直这个样子打下去 这搞啥 这这5米4打频率 这凑白几啊呦 哇这个几个 哈哈 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正口杀点哪里跑 他这会呢 停了好长时间的口 啊我5米4也换出去了 也没什么动作 后面呢这打影机开了啊 这我中的第一条鱼 起码有两个小时了 中的第一尾螺飞 看下有没有希望啊 星星 你这边哦饿了吧 我们就差不多就啊 那我们这边就差不多就收了啊 星星这边也饿了 呃老头坑今天肯定是被老头给捶了啊 狗要是呢想要带星星过来 钓一下这里的这种 钓放钓放的这这种滑口 让他感觉让他感觉一下 星鱼跟滑口鱼之间的一个差别啊 但是本来呢我们今天是冲着罗飞来的 结果钓了很多的淋雨 来我们这边就差不多回鱼了 基本上呢这里呢全部都是我们钓罗飞的啊 这是一条红色的罗飞 大多数的 三分之二的鱼啊全部都是麦鱼啊 全是麦鱼啊 本来我们是要钓罗飞的 对 今天呢主要是带星星过来 就是让你看一下这种灰啊 这种回口的鱼跟平常打的那个新鱼有什么不一样 哇一杆让十几口 一杆让十几口对吧 那你以后钓的稍微有有钓放的鱼 嗯嗯 你又清楚怎么钓了啊 辛苦了啊 两千块到时候 哎 这里呢是广州 叛鱼小礼钓鱼场 这边的一个收费呢是分一百五跟两百啊 啊两百的话就打代标的 反正还是一样的 幸运标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啊 反正我们今天是干大费 好像也是五斤左右的吧 五斤起步的吧 距离有多大我们还不清楚啊 一盖 两盖 三盖 四盖 这个一瓶搞定的 这个先开个四盖 然后涡料板的 它这里啊有很多老鱼啊就是 滑口的螺飞 然后这个涡料板的呢就加个两盖半 就加个一盖半 这很多人问呢 问这个怎么样去开 其实非常简单的 就是你一包散泡你你加一盖就行了 用量 用量比较容易掌控 而且呢比较简单 没那么复杂 就不需要自己去配了 按照这个去开就OK了啊 静置这里 放在那里吸水就行了啊 耳料呢 就开一份这个钢位 扎一把这个涡料啊 这一瓶搞定的 这个耳料板的 挤一下就行了 这个涡料板的 挤个半一下就行了 就等于说 半盖左右的样子啊 像这些呢都不需要加太多 能再加适量的赤尾芯进去 OK 我们再将它收拢成团就行了啊 把里面的空气给它排出来 行 我们把料就开好了 就准备开始钓了啊 我们前期上来呢 刚才选择的是一只 8月曲的一只浴衡 主线2.0 主线1.0的 半烫 钩子呢 10号螺非锈 浮飘 钩子1.75克的一只战略飘 调的是一个五目啊 这个配置呢 相对来讲会大一些 大一些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想着啊 这早场啊 它会不会口好一些 舆情快一点 第一个 它这个水深 我们浮飘大 它下底的一个速度快 第二个呢 如果在鱼口好的情况下 这浮飘稍微大一些 它能过滤到很多虚假的一些信号啊 那 杆子也是一样子的 这个配置呢 就说白了 就是为了去应对 相对来讲啊 舆情稍微好一些的 等一下我们再根据情况 我们再做调整 后面呢 我准备了一只 5.5H的一只杆子 然后主线1.2 只线0.8的礁石线 钩子8号的啊 浮飘吃线1.4克的 在后面背着啊 我们边钓边看口 好 瞅我 位置确定了 哎呀 肥啊 哇靠哇靠哇 这个大嘴 这个大嘴 正口杀点 没标 看 这正嘴杀点 它还跑得了吗 要多刃有多刃 你看一下它嘴巴啊 它嘴巴是比较伤的这种的 上下都是比较伤的 红红的 说明是老鱼了 抽窩啊 我们中大飞第一件事情就是抽窩 要保证它的一个窩量 等它个体大 它一中的时候呢 一甩尾很容易把 窩底啊给它甩开 我留下来的 好不要新铁啊 想先都到手 新铁 两千块到手啊 大分走 还给我了个脸 是不是 新铁 哈哈哈 牛逼 新铁 啊 床货也没多 别跑啊 别跑 我走 这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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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桥了 大桥了 不给 不能给它机会 进来 哇 哇 这个大桥了啊 不是怎么这么重 哇 这个肥大 这个肥大 白白净净的 看到没有 这个肥大 来给它们看一下 不要把我一眼搞湿了啊 看到没有 不要把我的一眼搞湿了啊 入乎入乎 如你多住我 这种肥大 你什么 不要把我的肥大 是谁 三自行 那个肥大 肥大 不要 你 看什么看啊 我又没中鱼 好气啊 好气好气 这条鱼我少了好久 这全程在磨 一直慢慢磨 慢慢磨的 卖家鸡 干啥 你怎么跑到这边来掉了 这边不是道夫堂吗 这边不没口吗 上了一条大飞 还得不是太大的飞 那老板呢 就说今天要盘我哥 让老板不盘我 对吧 看老板这有多好 听说这边道夫堂有个 沙漫的标 别把它搞起来了 我三米六的竿子呀 人家七米二的 拖那么长的线 不行啊 有可能那天 那天三米的竿子 斜盘两条黑碗 三米的竿子上了两条黑碗 老板你别吓我 我这0.8的交私信 对啊 你别把三米的标盘你来的哦 那我请你们 所有的人啊 咱们 你们喊我哥 咱们吃饭也啥 再可的 安排明天外边的啊 好的 好的 老板今天盘我哥 不盘我 让我过来玩一下 这边好多罗非 还有灵居 还有小女 等着我扑个标吧 跑 往哪里跑 这里还能跑吗 啊 这里还跑得了吗 正口12点还想跑啊 跑 太艰难了 太艰难了 小黑五六秋的大飞啊 诶 信心怎么跑那边去钓呢 那边口 口还可以哦 他怎么跑过去了呢 跑到大卧堂里面呢 去钓楼回去了 不管了 不管了 慢慢摸啊 现在呢 我们这会呢 把线主全部换了 主线呢 换到1.2了 纸线换成08的胶湿线了 从1.0的半碳 换成08的胶湿 浮飘呢 换到吃铅1.4克的 竿子从8H都换到5.5H去了 反正现在全场呢 加星星是四个钓友 他跑了 就只有三个钓友了 一人呢 就是三个一条两条鱼 继续摸啊 越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越能越不要放松紧细 摸一条试一条 刚才那个钓友呢 就钓了两条鱼 还打中一个幸运标 哎呀 天天加标 天天没有看到标 人家一上来 两条鱼就中标 这人呢 这就是命 开这种 快点快点 相当正嘴啊 啊 好 我们来开讲啊 开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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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标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二十五号标 一条三二 轻一档 凉干呢 凉线呢 为什么要凉干呢 这个我们有规则 不超长就无效 超长了就无效 这个标准的 还有还有20公分啊 到红色区域就是超长了 现在没有超长 跑往哪里跑 炒鱼快速 哈哈 炒鱼 哇 温准很快一点 跑 这么快还是给我切了 一条 一条 一条大草鱼啊 漂亮 想切我的 三秒入户 直接三秒钟之后 直接回来 三秒钟入户 看你怎么切我的 但是还是炒炒往里面 给它弹断了 今天这场鱼啊 钓得太骄傲了 第一个口少不说 刚才得到一个 听欣欣讲 得到一个消息 老板今天就是问你 为了杀我的 你说杀就杀吧 那人家还中标 那黑碗口的 还比罗飞口好 那罗飞标也出了 黑碗标也出了 我这边毛都没有一个 钓几条罗飞 一个标都没看到 下一场呢 就不能钓代标的了 我觉得这个运气啊 需要去走一走了 再继续代标的 这直接影响了 连口都没有 继续摸啊 看一下 打完这场 能不能 不要说 两千的标 给我个二十的就够了 那风采把我把纸巾盒拿一下 五号一条三二 OK 又一个五号标 又一个五号标 又一个一条三一条三啊 这不像料的是吧 那大厂先四包 凉先去了 嗯 好往哪里跑 来了吧 好啊 哎大桥了大桥了大桥了 别跑别跑 这个正嘴的你往哪里跑 别别给我把线弹断了 嘴上的勾已经掉了 另外一个勾挂他哪里去了 另外一个勾 也掉了 你看这这些老鱼啊身上多伤 来 挂他草往上 你看这些老鱼啊身上太伤了 来 挂你去 哟 哟哟哟哟哟 呗 哟哟 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标啊 哈哈哈 是不是啊 大中了差不多 多了没有啊 好想 这我钓了多久 差不多四个小时了 对差不多四个小时了 差不多收 打了几条 再打七条鱼 七条 那这里这个个体骑马要打十条才能上 你这人家骑一条鱼都没见一个标 人家那边 踏上也就两条鱼就上了一个幸运标 人家骑一趟一人上一条 一人上一个标 不要说了好不好 你是咋搞啊 钓鱼半个月了都没都没见到标的 这就没有标运知道吧 现在别说了别说了 说到我心都照了 这边七条啊还差三条上岸 所以今天可气的呢 就是在哪里呢 郁闷的 你们就钓两条鱼就钓个标 动不动这边上标那边上标 然后我这边我打七条 我都没有看到一个标 没有标命的 下回了我不钓标 我看一下他能不能上标啊 今天不出意外的又打归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啊 走 哎呀 啊 叫的怎么样 哎 习惯 那后面这么多可乐咋回事啊 就钓的还行 他平时里正来的呀 可乐怎么平时里正来的 知道了吧 这个堂里边老板是上一条大头 讲一瓶可乐 上一条大头讲了一瓶可乐 知道吧 我上了五条大头 五条大头五个可乐啊 你这里七个啊 我今天跟老板办打工 人家这边住了黑板了 我就赶紧喊老板 住了黑板我就赶紧喊老板 然后老板说 我再送你两瓶可乐 今天等于给他打工了 哎 今天这罗费的确是口 我那边就打了七条大费 可以了 七条上岁了吧 还有十条才能打上了 七条上岁 哇那边住了 赶紧喊老板 老板 哎呀 老老板快来 赶紧买力点赶紧喊老板 终于了 快快 老板那边住了 哎呦给我累了吧喊你 等一下是不是要再送我一瓶可乐 快快快跑快点老板 人家又住了 跑快点跑快点啊 假托 哈哈 我的收干鱼 非常 行吗 老板你刚才又说了 我还能再挣一瓶可乐 你叫为啥 你又喊了一下 不是老板说 等一下你 你再收一条收干鱼 我说手上来收干鱼 你再送我一瓶可乐 他说没问题 然后我又这一条 哈哈 我要放到这 老板 我收干鱼 手上来了啊 又一瓶可乐啊 你看看我今天 凭实力 给咱们这么多人 做了这么 这么多瓶可乐 这玩的还挺开心的 对吧 你说这么热的天气 对不对 收吧 收吧 吃吧 好了 进去吧 还要再拿老板的可乐 这不够 好 词 出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